据俄罗斯塔斯社1月4日报道,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周四在接受SBT电视台采访时表示,他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,即次解惠与美国讨论,在巴西建立美国军事基地的事情。 他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指出,基地的物理存在问题,甚至可以被称为是象征性的。 今天,无论有没有基地,美国、中国、俄罗斯的武装力量,都有能力到达世界各地。 但是,根据世界上发生的事情,可能需要在将来讨论这个问题。 伯尔索纳罗补充称,我靠近美国,这是一个经济问题,但它也可能是一个军事问题。 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达成协议。 2018年10月28日,巴西举行了第二轮总统选举。 根据选举结果,代表保守的社会自由党的伯尔索纳罗获胜。 1月1日,这位政治家就任巴西总,他都任期是4年。 此外,在采访中,伯尔索纳罗,还对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军事合作表示担忧。 他说道,俄罗斯在委内瑞拉举行了演习。 我们知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府的意图,马杜罗的独裁统治,巴西应该担心这一点。 在过去20至25年,我们的武装部队因政治原因而不受重视,因为代表武装力量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最后障碍。 如果他们毁掉我们的脊椎,他们将在这里建立这种制度。 去年12月10日,俄罗斯空前军两架图付160战略轰炸机,一架安复124鲁斯兰重型军用运输机,和一架1262运程盖线,飞地为内瑞拉。 12月15日,飞机全部返回俄罗斯。 在飞行期间,图付160,飞行了超过1.2万公里,并且完成了空中加油。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指出,这次飞行严格按照国际空域使用规则进行。 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